在昨日结束的中超第二十二轮的一场焦点对决中,广州恒大主场凭借着塔利斯卡的世界级进球立刻北京国安,收获五连胜,同时也以胜负关系占有排在中超第二名, 而在比赛中,中国足协邀请了亚洲金少、国际级裁判韩国金大荣来执法这场关键的比赛,然而在比赛中却出现了多次争议性判罚,也让球迷在后吐槽不断,作为两支争夺冠军的热门球队,中国足协邀请金大荣这名国际级的裁判来执法这场关键的比赛,也为了比赛能够展现得更加流畅以及减少争议, 尽管邀请了国际级的裁判,但依旧出现了不小的争议,这是在下半场的第五十五分钟,门将曾成开大脚出现失误,被谱成中路抢断。 随后发动反击,比埃拉在禁区湖送出的一次直塞球,助攻巴坎布完成射门,然而曾成发挥神勇将近在支持的射门挡出,随后巴坎布快速捕射皮球打在防守球员手臂上。 在比赛中断后,视频裁判提醒下,金大荣来到场边观看视频VAR,并判罚了点球,然而通过视频慢镜头回放。 当巴坎布在捕射之前,就已经出现了犯规现象,只见巴坎布一脚踩在了曾成的头部,出于保护门将的前提下。 这一次犯规,也导致了曾成失位,最终才出现的没方手臂挡球的一幕,因此这次点球判罚非常具有争议。 第六十三分钟,等寒门接高拉特直塞球,随后带球突入禁区,被出击的门将郭全博干扰,随后亮亮呛呛陷险摔倒在禁区,而随后比赛中断,此时两队球员雷龙才叛讨进行理论。 而金大荣这一次并没有选择去观看视频VAR只是听了视频裁判的提醒,直接认定邓韩文犯规在先,可以说金大荣的判罚非常随意,就连现场解说也直言,应该自己去看一下,毕竟涉及是否有点球。 然而金大荣却没有进行观看视频,而在第七十四分钟,出现了本场第三次争议判罚,北京国安界外球发出,正至上前抢断,随后中圈附近送出一较质量超高的长传球,皮球交到高拉特脚下,后者完成打门。 皮球被防守球员两次出球之后弹进网窝,一比零,不过此事视频裁判再次提醒主裁判,随后金大荣来到场边,并改判进球无效,原因是政治在抢断时出现了犯规。 而这一次通过慢镜头回放,当政治抢断之时,的确有一个手臂上扬的动作,也因此主裁判认定是犯规了,不过在政治抢断之时,主裁判就在两名球员面前,却没有任何的表示,而当皮球打尽后,又出现改判,也让球迷很难理解。 作为一名国际级的裁判,却将近在支持的判罚推翻,也让人怀疑专业性。 第八十二分钟,北京国安边陆的一次组织进攻,于大宝下底传中,巴坎布进区内完成头锤攻门,这一次金大荣直接吹哨,示意巴坎布压人犯规在先。 而面对这一次,巴坎布也直接对其做出了看视频的一个动作,不过才判定,为理会,坚持了自己的判罚,而通过慢镜头回放,的确巴坎布攻门之前,确实有很明显的手臂压人动作,因此这次判罚,是正确的。 最终比赛结束,这场天王山之战,塔利斯卡成为了全场最耀眼的球星,用一个漂亮的闪击,并且完成了一角世界级的射门取得进球,也取得了最有价值的一例进球。 而关于本场当职主裁判,拥有国际级裁判资格的金大荣的判罚,却成为了最大话题,而对于这样的水平判罚,似乎与国际级还有很大的距离,真的是亚洲足球的悲哀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